大家也會熱切關注 遺棄貓狗, 大家都會熱切關注 但是遺棄兔子的問題 大家都不用忽視 每年的復活節 主角當然是這些跳跳紮紮 精靈可愛的兔子 但街節過後 就是兔子被遺棄的高峰期之一 一些缺德和不負責任的主人 會將貓狗遺棄在街頭 或者是荒山野嶺一走了之 而一些遺棄兔子的人 也是有養學養 但是這樣做 會危害到牠們的生命 來自一個自願照顧兔子的機構 Joanna 每年牠們都接獲 超過300隻被遺棄的兔子 其中兩歲的小平 就因為中耳炎, 腦分泌失衡 導致出現側頭症 頸和頭長期受壓而阻傾 其實人們經常把兔子 遺棄在街頭或者荒山野嶺 怎樣危害到牠們的生命 其實兔子 現在自養的兔子 基本上牠們都是家兔 是寵物兔 所以牠們完全沒有野外求生的能力 放生牠的生 或者遺棄在街頭 基本上牠們沒有適當的野食 或者適當的食水去飲用 所以牠們會死 另外亦會變成麻鷹 或者野狗的獵物 例如遺棄在街頭或者垃圾房 這些地方 牠們沒有聲線 沒有聲音 完全不會有人知道牠們被遺棄 所以牠們完全沒有求生的可能 或者不會被人發現 近期因為本港出生率回升 涉及孕婦遺棄兔子的情況 亦出現上升的趨勢 原因是因為有部分孕婦 怕兔子會傳染病菌 究竟這個說法是否真的 吃孕婦很少會因為養兔子 而感染病菌 但兔子有生鮮的皮膚病 而需要為抗鮮的藥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碰到吃了 會影響嬰兒的成長 如果有疑問 應該可以回到這裏資訊 除了病痛之外 不了解牠們的雜性 都會很容易令牠們有病 甚至出現照顧上的問題 譬如有很多人 都以為兔子喜歡吃紅蘿蔔 所以給牠們很多吃 其實這樣做是不對的 吃紅蘿蔔不應該是兔子的主量 兔子主要是吃乾草 一天另外會有兩個湯匙乾糧 大概有一成是蔬菜 大量的乾草 一個星期可以吃兩次小吃 而蘿蔔其實算是小吃 一個星期可以吃兩次 每次份大概這個棉花號 差不多兩塊左右 小心飲食之外 兔子還喜歡昼夜活動 而很多人喜歡養一工一拿的兔子 有個盤子 但同時也知道牠們的繁殖能力很強 可以一年生五十至一百隻 自養兔子或其他寵物 都等於對牠們許下不離不棄 以及照顧一生一世的承諾和責任 除非有充分的理由 否則不應該隨便遺棄小動物 至於喜歡兔子的朋友 也可以考慮去領養兔子 讓牠們有個幸福的家